有一個是由兩個組織 一個是Blinding Save World 另一個是由John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在2019年發表了一份 叫做全球的健康危險指數 即是如何應對健康上出現危機的指數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我會將它的下載地方放在描述 大家可以跳過去看看 很可惜這份報告在這次疫情中 被人打臉得很厲害 被人打臉都腫了 原因是他牌的防禦能力的次序 第一是美國 美國牌的指數是83.5分 很高 100分是每分 他有83.5分 接著有英國77.9分 Netherlands 荷蘭 75.6分 澳洲 75.5分 加拿大 75.3分 泰國 73.2分 Sweden 水典 72.1分 70.4分 70.4分 南韓 70.2分 芬蘭 68.7分 等等 而中國排多少 中國排到51 中國的數字是51 剛剛合格 看看他給多少分 中國是48.2分 不合格 中國是不合格的 這就是他們排名次 但我順手今天把頭十個位置的每一百萬人在疫情之中受感人數和每一百萬人的死亡人數找出來 我順便和大家讀一讀 美國每一百萬人受感人數是2983 2983 死亡人數是167 每一百萬人計 英國是2251 305個死亡 倫德蘭 2209 261 澳洲 澳洲 26.4 三個人 這個比較好些 加拿大 1243 68 泰國 泰國做得非常好 每一百萬人是42個感染 死亡是0.7 瑞典 每一百萬人是1846 死亡人數是217 丹麥 1,502 死亡人數是73 South Korea 209 做得非常好 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是每一百萬人是5個 然後芬蘭 他的感染數是847 死亡人數是34 所以嚴格來說 比較做得好 在他的排名頭十名之中 應該做得最好應該算是泰國 泰國應該排第一 跟著應該就是South Korea 排第二 跟著第三應該是澳洲 澳洲 如果這樣排 這樣還合理些 但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他排第一 是一個重災區 其實現在 在美國 確診人數 已經超過一百萬 死亡人數 也超過五萬多人 至於這個排五十一 那個 中國的數字 就是每一百萬人之中 是有五十八個確診 死亡三個人 我不知道為何西方可以做 這樣的統計出來 完全為自己打臉 我希望他們以後做事 真的客觀一點 這是所謂大學所做出來的事情 所以可靠性 以後大家聽西方的資料事 應該加多一些意見下去